中观往年的春节档,我们不难发现,除了票房冠军外,谁将成为票房黑马也是不少影迷关注的焦点。 我认为,今年春节档的最大黑马,将是由玛丽,魏祥等人主演的这个杀手不太冷静。 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,重庆青年电影展创始人丁忠表示, 该片的演员郑荣,虽然不如长津湖之水门桥奇迹笨小孩,但该片的题材却相当适合春节。 春节是一个喜气团圆的日子,在欢快的节日气氛中,大家都喜欢看一些喜剧电影, 故历年春节档喜剧电影,都能斩获不错的票房成绩。 在重庆本土编剧《王志》看来,由韩寒指导,刘浩然,刘浩存,沈腾等领衔主演的四海, 有望成为今年春节档的黑马。纵观韩寒指导的电影,我们就不难发现,从后会无期到飞驰人生, 他的电影向来有后尘发力的传统,从西红柿首富到礼貌换太子。 经过多部戏剧电影的积累,开心麻花已逐渐成为我国喜剧电影的金字招牌。 他们出品的大多数影片,都能取得不错的票房。 究其根本,主要还是因为开心麻花团队能很好地把握国人对喜剧电影的口味, 进而制作出符合当下审美的喜剧电影。 可以说,如果该片能在春节档前三天取得不错的票房, 就有望成为开心麻花既羞羞的铁拳。 西红柿首富后又一部经典作品,贾鹏说。